今天是毕业倒计时的第三十天 也是我们论文答辩的日子 能够以论文答辩作为毕业倒计时的开始 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巧的事情 然后我现在是在 打电教室的外面远远地找到一个角落 因为打电教室里面有好多人 超级设施 这样紧张 现在那就祝我待会生意吧 就这样 今天是我们毕业倒计时的第二十九天 和朋友们去 看一场五度的音乐企业 希望能够珍惜一下 大学最后的时光 今天是毕业倒计时的第二十八天 越来越多人在光草上面拍毕业照 明显感觉到毕业的日子快到了 又是要去准备干活的一天 继续为毕业MV工作 继续去写一些脚本 然后准备创作一个 怎么说呢 能代表我们四年的回忆 然后能代表我们从迷茫到走向 坚定这个过程的一个MV 感觉是一个很有挑战性的工作 不过从某种程度上说要挑战 这种东西才有意思对吧 大家一起期待一下最后MV的结构 大家好 今天距离毕业还有27天 今天我准备带着我的复旦小熊 还有我的复旦小书包 去馆院开启一场怀旧之旅 从走一遍上学之路 这条路我们整整走了两年啊 以往呢在这条路上我们都会遇到很多很多的同学啊 大家彼此打招呼 现在已经进入馆院了 先看一下我们上课的时代楼的教室吧 如希的电梯啊 跟我一起来去六楼 我现在已经到了时代楼601 也就是中文一般的大本营了 但是今天教室恐怕是进不去了 因为现在正在进行MBA第二轮的打变 我们可以偷偷地观看一下 今天是毕业倒计时第26天 今天也是我打变的日子 即将结束这段白天上班 晚上上课 半夜更冷闻的这段旅程着实有些不舍 紧张的飞龙为 扑面而来 找不着我在哪里 我是今天达变的第17小组 我们要进达变教室了 祝我一期生日吧 今天是毕业倒计时第25天 趁现在还早 我们一起来做个早饭吧 早饭早饭就完成啦 今天是毕业典礼倒计时第24天 我冲印了学习期间的照片整理成相册 这是开学典礼 这是在挪威奥斯路办的毕业典礼 这一张是和之前上网课的老师 我们在碰到真人之后和他补拍了一张 这是在馆院上市场营销课程的照片 然后下课后一起去吃个饭 这是参加了馆院聚敬杯 创业大赛的照片 我在这里 今天是毕业典礼的第23天 我要去馆院当领创营的志愿者 三年前的这个时候我也是作为申请者 在大三的时候参加到馆院的领创营 当时的心情就是紧张 夏令通过后入校 然后转眼间我竟然就要毕业啦 哈喽今天是毕业典礼到时第22天 今天也是118周年的校庆日 现在广场上也有非常非常多的人 今天的话复旦举办了很多活动 包括一些校友反向 今天是毕业倒计时第21天 我有幸被邀请参加学院毕业MV的拍摄 作为历年毕业MV的装饰粉丝 今年我作为参与者 参与其中感到十分的紧张和兴奋 那我们一起来期待毕业MV的成品吧 我们下期待毕业MV的装饰粉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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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期待毕业MV的装饰粉丝